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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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糖尿病並不是只有血糖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提到我們傳醫部的李承宏李醫師 來跟我們做一些糖尿病方面的研究分享 糖尿病其實是一個全身性的問題 隨著糖尿病病程的進展 血液中的高血糖可能會影響我們身體的血管 例如是腦部的大血管受到影響 這可能產生病變是中風 這很危及生命 那如果是心臟的大血管受到影響 這可能產生心肌梗塞 這會有即刻的生命的危險 那如果是小血管 例如在周邊的視網膜的病變 則可能導致患者在具有工作能力的時候 就已經失明沒辦法工作了 那如果是在腎臟病變產生血管的問題 則可能產生最嚴重需要去洗腎 那這對患者的生活影響非常的大 那每一位糖尿病的病人都會罹患所有的併發症嗎 不一定的 其實透過過去國際上各個國家很努力的研究發現 積極的控制血糖可以延緩糖尿病病發症病程的進展 但是近年來透過更仔細的研究 還有臨床上的觀察 我們發現某些患者很努力的控制血糖之後 仍然有機會產生併發症 那所以這就積極我們積極想要去做研究去觀察 那我們很振奮的發現中醫體質跟糖尿病的併發症之間 是有關係存在的 所以也就是說不同的體質可能會影響到糖尿病發生的一個併發症的機率嗎 是的 我們在找尋了一群糖化血色素小於7 也就是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 發現當中如果具有陰虛體質的患者 他同樣在病程觀察了五年之後 我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觀察 相對於沒有這個陰虛體質的患者 這類型的患者有高達兩倍的機會 會產生白蛋白尿腎病變 這樣的觀察在醫學上是有相當大的差別 而這樣的研究是在我們已經控制了相當的危險因子 包括患者的抽菸、喝酒以及運動習慣、血壓、血脂等等 已經知道危險因子之後 還是發現體質跟未來生病變的發展是有關係的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病人想要改變這些病發生的一個機率的話 是可以透過體質的改變來達到我們 是的 過去中醫所謂的體質是包括先天的基因的條件 以及後天的環境所共同交織而成的一個狀態 而這樣的體質狀態會影響一個人得到疾病之後的病程的發展 以及甚至是未來對於治療的反應會有所不同 而這樣的一個體質條件受到外在的環境因子 包括作息的習慣、心理的狀態以及個人的氣質型態等等 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嘗試著去改變 比如剛才提到了這個陰虛跟糖尿病的肾病變有關係 如果這類型體質的患者 他可以透過去調整他的飲食不要吃燥熱的食物 能夠不要熬夜 能夠透過中醫的診療去調整自己的體質 我們相信未來是很有機會去做到預防肾病變的產生 對於這些初期被診斷為糖尿病的病人的話 那他們如果有更積極的作為的話 會對結果會有所改變嗎? 我想這是相當重要的 根據衛福部的一個統計資料 越年輕得到也就是被確診為糖尿病的患者 例如在40歲左右得到糖尿病的患者 會減少他的生命的餘命高達5到7年 這對於患者的生活品質 以及未來的生命影響衝擊非常大 所以積極的作為 我想是在生活的照顧上 是對這類的患者是非常必要的